大家好,我是娃娃没想到把苹果放进油锅里炸一炸 出锅瞬间变成一道招牌菜 一位老师傅就靠这道菜 在武汉买了八套房 吃过的人都说好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大碗 往里面打入两个正经的鸡蛋 再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再加入小半碗清水 然后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搅拌至没有干淀粉 给它搅拌成这种粘稠的拉丝钻 像酸奶一样,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往里面加了一勺食用油 继续搅拌均匀 让油和面糊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先放一盘备用 准备几个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苹果 用削皮器把皮去掉 去皮之后从中间对半切开 再切成四份 然后再改刀切成小块 再把苹果糊去掉不要 然后从中间对半切开 切成大大的小块 全部切好之后 直接放到我们刚刚调好的面糊里面 用筷子翻拌均匀 让每一块苹果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面糊 像这样就可以了 裹好之后先放一盘备用 再来准备一个盘子 往里面倒入多一点的面包糠 再把苹果放进来 均匀地裹上一层面包糠 面包糠也不用太厚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之后 先装入盘中备用 然后把锅烧热 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把油温烧至六层热 然后把苹果夹进来 开中小火慢慢炸 火不要太大了 要不然容易糊 刚下锅的时候先不要动它 表面炸至定型之后 再用筷子轻轻地翻动 让它瘦得均匀 一直炸至苹果全部都飘上来 看起来表面金黄酥脆 大概炸59秒左右 像这样看起来表面金黄酥脆 就可以了 然后控油给它捞出来 再用漏勺把里面的面包渣打捞出来 这样在复杂的时候就不会糊掉 打捞干净之后再把油温升高 然后把炸好的苹果放进来 再复炸一遍 开大火再炸10秒左右 这样可以使苹果吃起来更加的酥脆 炸至表面金黄酥脆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控油捞出来 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看一下这样炸出来的苹果 表面看起来金灿灿的 看起来就非常的诱人又食欲 它的表皮吃起来焦香酥脆 内里口感是酸甜可口 虽然是油炸的 但是它一点也不吸油 连不喜欢吃苹果的孩子都要抢着吃 最主要是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微信 还有不应该 我们在这里吃 也是不蜜色的 咸嚏 我们在这里吃 是的 谢谢您这边吃 就是 您哪里吃